欢迎回来近天新闻报 接着带您看到社会消息 台北市文山区木榨路四段一处自住洗车场 在日前有一部车辆占用隔位却没有再洗车 而有民众到场准备洗车却不得其门而入 台所幸的报警请警方到场处理 而辖区的远景获报到场之后 根据民众提供的勤资 逐一的清查场内的车辆 发现一名26岁的赵姓男子与友人在场聊天 却没有任何洗车的动作 他们也劝说赵男将隔位留给真正有需要要洗车的人 不过他们也发现赵男不敢与远景有眼神的交汇 他们也当即察觉有意 经取得赵男同意 牧师清查赵男车内杂物时 经见尽有毒品吸食器夹杂其中 现场实施毒品快筛检测 结果确认吸食器内部残渣 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当场 依违反毒品违害防治条例 现行犯逮捕赵男 并查扣其手机 据此追溯毒品来源 台东6号深夜 发生一起离奇的死亡测祸 一名57岁的周姓男子 晚间10点 步行在台11线156公里处时 不慎遭到一名28岁的王姓骑士撞上 两人也双双倒地 而后方一辆小客车 因为闪避不及 撵过了周男 造成他当场死亡 而王男则是有多处的擦错伤送医 而警方获报道场之后 发现现场还散落着 多件的女性衣物 以及望远镜 至于详细的案情 仍在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本分局昨日22时28分许 接获报案 于台11线156公里路段 发生交通事故 远景立即到场交通疏导 配合消防人员救护伤患 经了解性民众 王南骑程重机车 沿台11线快车道 由南往北往都安方向行驶 于事故地点撞击周南 周南受撞后倒地 遭随后罗南驾驶的 自小客车免避 那王南头部四肢 差错伤送医救治 那详细的造势原因 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本分局呼吁民众 于夜间行走或骑程自行车 时应警靠路边 并佩戴反光警示装备 以免发生危险 另外驾驶人于 灯光四线部门的路段 亦因减速慢行 以为交通安全 新庄区中华路二段 以前KTV前 在3号晚间10点 传出了街头斗殴的事件 其中两派人马到场欢唱 散场时 却因为抢起了计程车 双方互起口角 28岁的红南 不满自己叫来的计程车 被44岁的灵性男子 截足先登 理论的过程中 离南还先挥拳动手 红南一方健壮 也围上前讨公道 双方当街大打出手 辖区警方获报 紧急出动快打警力到场 控制现场警示 阻止双方继续冲突 他们也调阅监视器 离清案情 将涉案有动手的 8人全数逮捕 代反警察局 征讯离清案情 接着我们转换焦点 Tayv天后二姐 将会在5号华丽复出 登上113年国庆晚会开场 时隔9年 才再度的登台献唱 Tayv一连带来三首歌 包括《咖喱蓝丢丢》、《鸡翱》 还有一首是邓丽君的《甜蜜蜜》 而现场两万名的观众 也纷纷一起合唱 张会也表示 其实自己原本不觉得紧张 但上台之后 脑袋就变得一片空白 他也表示 很开心可以参加国庆晚会 更表示 唱到《咖喱蓝丢丢丢》 就想到很多画面 唱到一半就快要哭了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啊 真的很开心很开心 今天能够来 参加这个国庆晚会 我刚刚唱到一半都快哭了 尤其是《咖喱蓝丢丢丢》 对 因为我唱到这首歌 每次都会想到很多画面 哎呀 怎么办啊 看到大家 好感动 真的很想待在台上 待久一点 哎呀 我真的啊 我真的 我真的很多话想在台上讲 结果呢 我现在脑袋也是一片空白 我很紧张 D-Cup Video的团队成员之一大叔 遭到前期爆料婚内出轨 而且对上就是公司的正媒新人 而对此大叔也发文致歉 并宣布将会退出团队 不过这起外遇的风波 仍然持续扩大 有网友在7号爆料 早在去年5月 就募集大叔以及女星人一同外出的画面 而网友推算时间点 当时大叔应该已经离婚 引发热烈讨论 原谱表示 当时拍照只是想要跟朋友分享 更表示 时隔一年半 没想到真的如我想象中的那样 中国大陆女星赵路斯 凭借多部热门电视剧 如传闻中的陈千千 行喊灿烂 偷偷藏不住等走红 然而人红是非多 他屡次的遭到质疑整形 先前他也曾晒出化妆的影片 来间接回应质疑 而在近日 他会再度的公开一段卸妆的影片 展示自己日常护肤的过程 坦言自己的脸也会长痘痘 并且大方的在镜头前挤黑头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最后带您看到天纪资讯 中央气商署指出 未来一周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各地的感受偏凉 而今晚到明天的北部降雨 则会比较明显 尤其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宜兰 降雨时间则会比较长 而且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好雨 而在国庆日当天随即减少 北台湾的雨势也会略微趋缓 温度也会降到20度左右 那时续进入的秋天 逐渐我们都会受到 北方的冷空气的影响 未来一周就是这样子的天气景形 都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各地的天气上面感受都会比较凉一些 可以看到有一些对流的云系正在发展当中 主要是收到东边来的一些东 东边的东风比较偏向东风的系统 以及北边的比较偏向东北风的系统 在这边交汇 所以今天在北海岸地区 目前是正在下雨的 近两天最主要降雨的区域大致上会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大概就是在北部地区 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 北部的降雨会比较明显 尤其是北北基还有宜兰地区 降雨的时间都会比较长 甚至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或者是好雨发生提醒 另外在中南部地区 主要是比较平常是夏季的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情形 也会有转延时的大雨发生提醒 到山区活动的话 还是要特别的留意 到了周三周四也就是国庆日之前 各地的降雨会稍微趋缓 主要是因为水气稍微有一些减少 北台湾的雨势是稍微有些缓和下来的 那北北基宜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 那白天上面因为下雨时间减少了 是有一些回温的感觉 但是夜晚的温度 还是可能会降到大概20到22度左右 感受上已经是比较凉的 尤其是国庆日当天 如果早上你是要去升旗的话 可能要多加一件外套备用 以上是今天的静天新闻报 我是主播陈志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